週三 美國眾議院農業委員會舉行聽證會 聚焦中共擁有美國土地和農業設施 造成的糧食安全及關風險 美國眾議院對抗中共特赦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 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等多位證人現場作證 南達科他州州長諾姆在聽證會上指出 去年有幾名中共官員聲稱 要到該州購買農場和肉類包裝設施 後來國務院告訴他 這些人是中共間諜 加拉格爾強調 為應對中共在美國購買土地構成的嚴重威脅 應該盡快通過保護美國農田和敏感地點 免受外國威脅法案 加拉格爾還呼籲通過生物安全法 來保護美國的農業知識產權 避免讓敵對國家獲取美國動植物的基因序列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 田園最後報導 聖重威脅 加拉格爾 加拉格爾